地仙法师的念佛的咯鲁酱 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 谭虚老法师早年在香港 常常提起名誉大家 不认识此 没有学过经教 虽然跟地仙老和尚出家了 他跟地仙老和尚同江 小时候在一起玩伴 由于家里面清寒 没念过书 什么都不懂 跟地仙出家 地仙老也是没办法了 就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累了你就休息 休息起好了 接着再念 将来准有好处 他听话了 就这么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念了三年 也站着往生 在乡下 乡下人赶紧给地仙法师去报告 你那个徒弟已经往生了 站着走的 地仙老和尚赶紧赶到乡下去 一个往返三天 他就站了三天 死了以后站了三天 等地仙法师替他办何事 这可能没有发布地仙啊 他怎么能往生 如果你要刚刚 看到啊 看到啊 这个 这个 四帖书里面讲的 身心 身意信心 这一段话了 你就明白了 我们要问 咕噜家 有没有深信自己 业障深重啊 那这肯定有 对于阿弥陀佛 戒婴往生 他有没有怀疑 没有怀疑 只要对这两章事情 有深信心 知道自己 罪业深重 除了念佛求生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能脱离苦海 身意信阿弥陀佛 戒婴 决定没有疑虑 这就是大菩提醒的 你看 诚心诚意去念 居足了 置层心 由这个信念的时候 居足了身心 念佛的效果 三年 这么样自在潇洒 站着往生 这就是回向发怨心 做给大家看 让不信的人相信 信的人 这个信心加深了 你们想想 他是不是 菩提心 居足了 真居足了 反而是 这一类人往生 你细心就观察 决定他是一个厚道的人 是个老实人 忠厚人 知道自己苦 苦是自己罪业深重 全身 没有修复 对于老师的教诲 这个佛陀教诲 他没有接触到 经典没接触到 老师的教诲 身心不移 一教奉献 他成功了 我们自己好好认真 反省反省 跟他两个 比一比 他那些长处 我们有没有 我们这一生造的罪业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想想他有没有 他没有 他一心一意 救生念佛 求生建筑 对这个世间 没有丝毫留念 没有丝毫贪注 所以他成功了